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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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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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教授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女性泌尿学组副组长 2011年中国泌尿外科分会尿控学组最高奖 大鱼奖获得者 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近30年 近十余年专注于妇科泌尿工作 并致力于妇科泌尿领域工作的深入 及亚装科医师的培训 05年赴美国休斯顿医学中心 进修妇科泌尿工作 特别在治疗各类药师进 女性盆腔脏器脱水方面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是泌尿科多种相关疾病 诊治指南的致病者 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的 副科泌尿专家 欢迎沈红教授 欢迎 同样的您要给我们刚才这个杨先生的妈妈做一个判断 做个诊断 到底杨妈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看到片子 从这片子来看我就知道症状上 它应该是一个老年妇女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病 这种病叫什么呢 我们专业术语就叫做盆腔脏器脱锤 简单来说呢 有盆底脱锤 对吧 从他这个病来说呢 我估计应该是一个膀胱的膨粗 膀胱也是盆底的器官 对吧 然后呢 有可能有点子宫的轻重脱锤 是不是有直肠的膨粗 那我都不知道 这个要做检查才知道 你还说这些病都是很常见的病啊 应该是非常常见的 只是轻重不宜而已 一般是老年六十岁 对到八十岁期间啊 这种病是非常多的 只是有没有症状 它愿不愿意来就诊 有没有引起其他的临床的症状 这个就不知道了 为了加深对这个病大家有个认识 我们来看一张一个病人的照片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盆底脱锤 是什么样子的啊 这个看吧 这就是这个 这个像素不是看盆 但是我们能看一眼 突出一个粉红色的 就是一个全盆底的脱锤 连子宫 膀 膀 膀 直肠 全部掉出来的 这是一个全盆底的脱锤 对 这是很严重的 这是很严重的 像刚才这个杨先生的妈妈 她已经将近十年有这种情况了 对 因为她将近十年 但是呢 她可能早期的时候症状不是很重 所以我们也就到了后面啊 比较严重 脱出体外的时候啊 她就没办法了 早期可能掉瓶啊 以为了排料困难啊 她直接可以忍住 但是掉出体外以后 她就没办法了 所以说她有出血这种情况发生 严重的可能要全盘脱出了呀 对 对对 在节目的一开始 其实你给我们说了一组数据 您刚才也给我们讲 就是女性出现这个盆底脱锤的这个情况 对 很常见 但是呢 我在想哈 一般女性就是这种私处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话 她们都会去找妇科的医生就诊 对 但是您又是一位秘药外科的大夫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 我要值得向大家普及的一个知识了 因为我是妇药科大夫 但是我在外面讲学呀 我更喜欢称我是一个妇科妇药大夫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有一类疾病啊 我们妇科能做 妇药科也能做 这个交叉的部分啊 在国外就叫做妇科妇药 这个专业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了 有妇药科大夫参与 也有妇药科大夫参与 华西呢我们在很多年就注重这种亚作业的发展 所以说我做这个妇科密道也有十余年时间了 那么在国外呢可能病人是由全科大夫介绍病人 那么指导病人去看妇科密道大夫 在我们这儿呢就像你说的 大家的观念上还是屡的私处的地方都去找妇科 对吧 但是现在如果是大家理解了妇科密尿这个概念呢 我希望呢我们妇科密道大夫也可以给你更好的服务 来解决这些相关的疾病 我听明白了 没说这个妇科密尿科是一个亚专业 对 可能以后还会有什么妇科不科呀 妇科眼科呀之类的也说不定 对 而且沈老师肯定是妇女之友啊 女性同胞的这个人缘肯定很好 为大家造福解决问题的吧 观察员有问题 沈老师像比如说你是男性的妇科 那这些女性的话她会就是感觉这个就是不太方便 就是这个 对 如果你是一个七十岁上的人提这个问题来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了啊 但现在我们是一个从疾病科学的观念上说呢 那么确实是说现在大家只要照好医生 不会认男女了 不会认男女了 但是呢 确实你说的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 特别是我们去比较农村里面啊 少数民族地区啊 就会遇到你说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值得我们普及的支持 沈老师 然后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很多妇女都是自然顺产 那得这种疾病的人可能会比较多 但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同了 那这个盆底脱垂的现象 还会像以前一样吗 请了 请了加约真的很有专业知识啊 都还真的会认得在这一期 对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女儿就很想知道了 这个 为什么现在盆底还有呢 啊 我很高兴就是说我们的主持人 开始的一组数据啊 我们理性很多了 关键是老龄化 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 那么认诚和顺产 它只是一个促进喷里脱垂的一个因素之一 促进它的脱垂 那没有因素 它随着老龄化来 它还是可以 发生的 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这样想呢 就非常的专业 这样吧 我们还是看两张图 简单一点 好不好 好的 看图比较简单 明瞭 这两张图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解剖图 学医学生的时候都会有 我们现在看这张红色的图 红色这张图啊 大家看 我们有能看在骨头后面就是膀胱 膀胱上面弯着的就是指甲 再上面就是指肠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特点 所有的这三个脏器之间啊 都是用筋膜包着做的 就像我们到了航空机场要打包 就这样啊 包着呢 包着在哪呢 固定在哪呢 都固定在骨盆腔里面 对不对 它是包着的 那么这张图呢 显得就比较复杂的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我们看 它有那种灰颜色的呀 就是我们固定脏器器官的 最主要的忍带和筋膜 新的任务 它们如果是好的 那就把它 就把子宫啊 膀胱就固定在盆腔里面 再打个形象比 就好比 我们个盆腔是个水面 那么我们的脏器啊 叫船一样的 放在这个盆底上面 那么船需要什么固定呢 就需要缆绳 对吧 所以这些缆绳就固定了 如果这些缆绳发生了问题 那么就会发生脱锤 那么 刃层和生产 那么是会对这些缆绳 是有审害作用的 但是呢 就不是说一定会审害 对吧 那么老龄化 它就是必然的了 因为老龄化为什么呢 因为老龄化以后啊 像我们的一个橡皮机 对吧 用久了它也会老化 老了以后 它的忍带就会缺乏拉力 它就会脱锤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我们看 这张一个动画 这是一张动画了 这张动画说明什么呢 这是个正常的位置的 一个盆枪罩器的器官位置图 对吧 如果这个人在到了 七十岁的时候 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 那么有下锤了 来 下一张 它可能掉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没发现 它可能经历十年 二十年 可能没发现 但是呢 它如果这时候不去治疗 那么到了下一步 再下一张 它就掉下来了 这就是子宫的脱锤 那我们看看 再看看 膀胱是什么情况呢 这同样是一张正常的解剖图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膀胱有脱锤了 对吧 有下移 那么这个膀胱下移呢 如果不去治疗它 它经个长时间的 一个病患的 随着长时间的推移 它又下来了 掉出体外了 羊妈妈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它因为有排到困难 膀胱掉下来以后 它就跟尿道 就像打个结疑一样 它所以就排不出小便了 下不就排出 所以我估计 那就是应该会有这个原因 我们这个膀胱盆出 是最常见的一个病理 最常见的一个病理 我们见的最多的盆里盆出 也就是膀胱盆出 他这样说 膀胱盆出 膀胱盆出 这是归密道客看了 对吧 这是归密道客看了 虽然说它是在私所 但是呢 我们是 器官是有膀胱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呢 是我们直肠的一个图 大家演示一下 直肠也会掉下来 再下一张 也会掉到体外 我讲 通过这三个动画 这三组的动画片 大家对这个膀胱盆脱锤 有没有一点认识 已经有认识了 就是觉得性质还挺严重的 真的你像我们奶奶一辈的人 可能会也有一些 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很难堪 很难说出口 甚至会到最后 那可能全部要 膀出的 全部膀出的这种状态 也可能不太会愿意找医生 对 那已经很危险了 是吧 您刚给我们介绍的三种情况 一个是膀胱的膨出 膀胱 直肠 直肠 这是常见的这种几种膨出的方式 对 膀胱脏器就指了这三种 三种 嗯 真的要是有盆底脱锤 这样的情况的话 除了尿贫尿急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种表现 有啊 这种盆底障碍症状是个功能性的 它有很多症状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每个器官都有啊 最主要的症状 那可能脱出了 大家都能知道了 对不对 脱出的症状 那么排尿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那因为尿瓶 包括尿积 那排尿困难 特别老年的排尿困难 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还有其实有个症状是非常严重的 比如像刚才我们图示那个 完全脱锤的时候 它不仅会给尿道造成梗阻 它还会造成塑料管的梗阻 会造成双肾的积水 双肾的积水 所以这种症状可以很很普遍啊 都会有啊 都会有 所以这种呢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专科大夫了解这个疾病 针对这个疾病去考虑问题 去询问病史 那么应该是可以发现的 您刚才给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确实最后损伤到肾脏的话 就是真的是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肾脏相关的一些 疾病的一些普及 但我就在想啊 这样的疾病 就是真的是很难以启齿啊 作为子女来说的话 如果妈妈不说 我真的很难去发现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 这个啊 你就说到每次看门诊的时候啊 在你说的这个问题 也是我最 一个叫伤 一个叫很伤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母亲啊 就我这个随时的母亲啊 你们的母亲还很年轻 我这个母亲啊 都是经过很多苦难的 减关前出生 经过大计划 经过文化大革命 经过带小孩带得多 对吧 到了老了以后啊 这个病发生以后啊 就像杨妈妈一样的 还在考虑着儿子 不要影响儿子的工作 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伟大 这种母亲 但是你说呢 我们做子女人呢 确实应该要把母亲的放在心上 但是放在心上呢 我们给钱给住给穿 这是常态了 关心她的身体 关键是要给健康 给健康 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啊 像这种啊 就是要多陪陪她们 都给她聊一聊 要让她能够交流起来 这是最主要的 一旦一交流 那就可以发现母亲的问题 对吧 比如杨妈妈的问题 她儿子她可能不好意思说 对不对 儿子又忙 又没跟她住在一起 所以她就 这个病就拖延了 后面嫁重了 她女儿来了 住在一起了 她就知道了 所以要发现很容易 关键就是有没有时间 有没有机会的问题 在子女的关心催促下 杨妈妈来到华西医院就诊 被确诊为 膀胱膀出 子宫脱锤 医生为杜女士 实施了一种相对于传统手术 更加微创的手术 这种手术 无需切除 无病变的子宫 出血量少 创伤小 术后三天 杨妈妈就带着满脸的笑容 出院了 那你看沈老师 又是一个微创手术 就解决了杨妈妈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新患了 十来年的痛苦 你说这个手术到底是什么 又是什么样的微创手术呢 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子 我们这种微创手术 说它微创是相对而言的 相对而言 相对以前呢 我们要了解 以前做这种手术 要怎么做呢 以前对这种盆厨的话 我们要把盆厨的地方 游得出来 要把它切掉 甚至还把子宫拿掉 把子宫拿掉 那么这样做手术 一个时间长出血多 那么创伤也很大 我们所谓的现在的微创呢 是指 可以在短时间内 在很少出血的情况下 在不切子宫的情况下 把这个手术完成 而且最好的方法呢 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那么传统手术做了以后啊 它可能要复发 对吧 我们这个做了以后呢 它可能就 不会复发了 这样吧 我跟大家讲 还是讲的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生动啊 对对对 我们 它有三幅图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下 就一目了然了啊 看一下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 这三张图呢 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盆底盆出的情况 我们看最左边那张图 最左边那张图呢 我们蓝颜色的就是我们要采用的一种盆底的网片 你补片 这种呢 也是人工活成材料的 给它人工活成材料 那么我们把它放进去以后啊 就固定在骨盆的周围的很坚硬的基件上 固定以后呢 说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要钓一个东西 我们在墙上打钉把它定住 对吧 固定住 也就是说 原来固定这些脏器是用筋膜 人体自身的筋膜 但是现在你的筋膜受损了 就要另外安一个东西进去 把这个脏器固定住 这个东西呢 就叫网片 对 我们放网片进去 那么这是旁观的盆出 我们看就把旁观就平躺着 在个吊床上一样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 这个定在呢 挡在哪呢 挡在直肠的前面 是吧 直肠盆出 这样一固定以后呢 直肠盆出也就不会发生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实际上是 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组合在一起了 组合在一起呢 那么是把直肠也控制住 旁观也控制住 连子宫也把它固定在正常的位置 我们根据它的解剖部位呢 有的时候这个叫做前盆 这叫后盆 这叫全盆 就固定 那么手术 我们手术呢 不开刀 刚才说的 杨妈妈的手术不开刀 那么我们是基自然枪械 把这个网片放进去 以前我们在说这个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哈 枪劲的话都是要在肚子上打几个口 好像您的这个手术 基本上可以做到无创了 这个无创呢是相对而言的 我们的窗口你看不见 因为我们是在自然枪械的阴道里面 这个切口 所以说它肚子上是没有疤痕的 所以说它可以恢复得很快 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盆底重建术 不再腹部开刀 创伤小 流血少 恢复快 无论是子宫脱锤 肠道脱锤 还是膀胱脱锤 小小的微创手术 都可以迎刃而解 除了做手术解除病痛 目前有多家盆底康复训练机构出现 这种机构针对的是哪类人群呢 对盆底恢复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这有好处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群体是什么群体呢 是老年女婿 对不对 但是年轻的有没有省畅呢 其实年轻的人更应该注意 真的吧 像刚妊娠完的这些妇女 对 产后的女士 一定要关注这个盆底的功能训练 我们就打个比方说 我们妊娠的时候 大家看 妈妈怀孕的时候 肚子一天一天的大 快乐一天一天的多 但是盆底的忍代 就会一天一天的被拉长 对吧 那么这个盆底的忍代就像鼻筋一样的 拉长呢 它可以缩小 对吧 生了小孩以后 那么它就慢慢会缩小 那么自然的回缩和我们用盆底训练的方式 那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个时候 产后 我们是八周时候 如果你做了盆底训练以后 那么它的盆底的功能恢复就会更好 就好比我们运动员 运动完以后 比赛以后要做按摩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是专业的 这个不是我们有 我们华西二院的盆底的 做盆底训练的做得也非常好 是吗 道理就是这样的 做了盆底训练以后呢 它以后得尿失禁啊 得盆底啊 这种发生率都会降得很低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个疑问啊 就是它这个 它在那个里面放一个网膜 它会影响就是你的活动或者是 就是它毕竟不是自身的一个东西 它会很很融入在身体里 或者是会有什么排斥反应 或者是会痛嘛 就是你做了这个时候之后 对 那你其中的问题是每个 我的病人 每个人都要问的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问的这个问题 非常好 这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网片呢 是一个相众性很高的 首先它跟组织的相众性是不会有的 但是做这个手术啊 地理全全也有我们考虑的并发症 可以这样说 任何手术都要想着并发症 对吧 比如说我们也说了相众性的问题 比如说网片 我们可能有 我讲嘛 大家最常见的网片就是暴露 对吧 他们伤口不好的时候 因到病伤口没有愈合的时候 网片就暴露了 这个网片暴露 对它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它是个义务 它就会感染 会流分泌物 对吧 但是这个我想是这样说的 那么有这种情况 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改进 我们的一些处理方法 我们的一些处理方法 基本上现在可以达到 网片的暴露接近于零 所以这个手术是很安全的 谢谢 那也谢谢沈教授 今天给我们很多老年的女性朋友们 解决了难以启齿的问题 当然也提醒了我们很多产后的妈妈们 要注意的问题 可以及时的去做盆底的康复训练 避免以后出现这样的疾病 再次感谢沈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感谢二位健康观察员 谢谢 谢谢 华新闻见 哈尔卫百姓健康 一见